欢迎收看熊哥看台股 今天熊哥看台股特别企划单元 第一届黑白大叔选股比赛 我是今天的比赛评审Yui 首先让我们欢迎两位参赛选手登场 好的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黑大叔带来的参赛股票是利基 白大叔带来的参赛股票是利基店 我在这边宣布比赛的结果 恭喜黑大叔获胜 为什么这次的冠军股会是利基呢 我们这边帮大家整理了两只个股的走势图 上面的显示是利基 下面的显示图是利基店 选到利基店的朋友 真的是太惨啦 同样都有一个机制 可是结果却是天差地别 观众朋友 熊哥在10月4号的节目里面 就有介绍到利基这支股票 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 上半年就赚了0.45 去年全年是赚了0.58 所以你看它半年就已经赚了将近 快要去年一整年的获利了 那也就是说这家公司 今年确定可以比去年获利还要再度成长 像这种成长性的股票 股价它当然就会持续的一个震荡走高 你看这边有个跳红缺口 这里有一个第二个跳红缺口 所以可能会有第三个跳红缺口 如果出现第三个跳红缺口 我当然就不要追了 因为第三个跳红缺口 有点像是捷径缺口 但是基本上如果没有的话 这边做个震荡的话 基本上还有机会再创新高 所以像这种各个人 也是下礼拜可以特别留意的标的 唉白叔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啊 没有早点看我们的影片 今天的黑白大叔悬股比赛 就在这边告一段落啦 下一段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本周台股重要大事喔 本周有两项牵动台股走向的重要大事 第一项是上周出领失业金人数 另一项是万众瞩目的台积电法说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周出领失业金人数的部分喔 原先市场的预估是26万人 结果公布出来是24.1万人 优于市场的预期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上一次9月非农就业数据 以及失业率的数据看出来 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大幅衰退的迹象 投资朋友可以不用太过的担心啦 接下来要讲的可以说是 全球秉析以待的万众瞩目台积电法说会 这次公布出来的第三季财报 真的是好到爆炸 到底有多好呢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表格 第三季的营收235亿美元 约折合新台币为7596.9亿元 计增12.8% 而毛利率57.8% 真是有够的夸张啊 盈益率4-7.5% 三项指标都创下了单季的新高啊 也因为在台积电这个爆炸好的数据带领之下呢 我们台股的加权指数 早盘一度冲到了23713点 差287点 就攻到24000点了 至于台积电下星期 能不能继续带领台股向上通 以及第四季的大行情 还有哪些产业该持续的留意 我们赶紧把时间交给熊哥 抓住强势主流 选对标的才能够轻松获利入带 大盘何时有机会挑战24000点呢 产业个股又该怎么看 又有哪些个股能够超越大盘 赚到超额利润 这一集影片你一定要看 欢迎收看熊哥看台股 我们看一下这个礼拜台股呢 是持续震荡走高 尤其礼拜五呢台积电的大涨 让这个台股呢 往这个24000点以上 又多了一丝浓厚的机会 台股周线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这一波呢 台股周线是出现红棒的 台股它的模式呢 它的模型呢有点像是 类似双底的格局 我们在上个礼拜讲过 双底格局 这个是个颈线的位置区 那双底格局的颈线位置区 来做回撕完 因为我现在开始往上涨 那这个地方往上涨的话 它目标呢 是要挑战这个高点 所以我认为这个行情呢 它就会持续的震荡走高 往那个高点来做挑战 甚至呢不排除突破高点 因为台积电已经到高点了嘛 那其他个股其实 在做轮动轮涨的情况之下呢 基本上它就会持续的震荡走高 所以操作上来讲的话 我认为这个行情 还是要留意到 前波这个高点这个地方 它会持续的震荡走高 也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到 目前这个大盘这个季线呢 在22110点 这个是季线 那季线这个位置区 是一个中期的一个支撑点 基本上来讲 中线支撑点它没有跌破 中期还是偏多的形态 那短线上可以留意到 这个颈线的位置区 那颈线这个线呢 目前是在22440点 这颈线位置没有跌破的话 也代表说这个形态没有被破坏掉 那表示呢 这个多头形态 还是持续维持多方上涨的格局 所以后市可以观察这两个重点 这两个重点基本上 没有跌破 都是属于多方形态的一个走势 好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高点是24416点 所以呢 我认为目标短线上先来测试这个高点 可能到这个高点 当然会震荡一下 但是呢 这个趋势多头趋势还是没有改变 尤其呢 我们在节目上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美国呢 会在11月5号开始选举 对不对 那选举之前呢 基本上按照以前历史经验 美国的选举之前会做震荡 因为有选前有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选后呢 不确定因素都解除掉了 从1945年总共19次的选举 选后基本上都是往上涨 所以美国股市我认为后选后它会往上涨 那选后往上涨的话 台股势必不可能跌 台股也会往上涨 所以呢这个行情呢 我认为后市行情你要把握住机会 要把握住上升的机会 赶快跟上脚步来赚这一波这个行情 因为这个行情呢 基本上欲小不易 后面还是持续的看多不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既然是看多 那要选择什么样的个股呢 来做个布局呢 我认为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到 一些机器人的概念股 机器人呢 基本上呢 它都算是一个多方的一个 强势的一个形态的股票 尤其呢 机器人这个产业其实呢 未来在10年的情况之下 这个复合成长率高达百分之15左右 按照马斯克他的一个理论来讲 马斯克他认为人型机器人 可能会成长超过10倍 会比未来的汽车还要多 所以这部分来讲 一定吸引到一些什么 大户做进场的动作 因为在这个族群来讲 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族群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像大银维 大银维呢 这两个股呢 我们会发现到 大银维是上银的子公司 我们知道上银这家公司 其实它做机器人这个产业 它已经切入机器人这个产业 已经几十年了 那这一家大银维呢 它的股本比较小 只有11亿 所以它涨势会比较凶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大银维呢 它能够接收到上银的资源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就容易呢 持续的往上面攻击 你看它这个地方 已经先攻上三根涨停板 已经连续先拉三根涨停板 第一根 再第二根 第二根都创新高上去了 所以像这种个股来讲的话呢 未来基本上 拉回的过程中 这根长方棒二分之间 没有跌破的话 它还是会震荡的走高上去 这个已经很明显的属于一个多方形态的股票 整理已经做结束了 整理做结束 开始往上做攻击了 另外我们就看下一档个股 4561的建村 建村也是机器人的概念股 那这家公司基本上来讲 你可以发现 它的技术面通常来讲呢 它到这个季线 跌破这个季线 基本上是一个买点 它这里跌破季线 基本上是一个买点 而且它破季线完以后 会开始往上拉 拉升到这边做整理完以后 距离前部高下 整理完以后再创新上去 所以这档个股呢 这个地方它开始往上拉对不对 这里可能会做一个整理 因为这边有一个整理 这边遇到前部高下 你这边整理 但是整理完以后 它有机会再往上涨 因为这家公司 其实它今年上半年赚了2.29元 全年它基本上有可能赚到4块半 甚至到5块钱 假设赚4块半来讲的话 目前的股价 连20倍本益比都不到 所以你看到对比很多的 一些所谓的机器人的概念股 他们有些机器人概念股 其实上半年都没赚钱 甚至只有小赚几毛钱 但是建村是有真正有赚钱的公司 像这种公司呢 就会像我之前跟大家讲 像这个龙哲科 龙哲科为什么这波大涨 因为它9月份的营收呢 比去年同级成长106% 超过一倍 所以它股价都大涨上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机器人不是不涨 而机器人它现在是要看待业绩 如果业绩是好的话 像这种公司呢 就容易大涨 所以像这种个股可以留意到 目前这边有个挑战缺口 如果下礼拜拉回这个缺口 如果我们回谷的话 它都是多方形态的股票 类似像这种个股呢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观众朋友 第四季台股的大行情 你一定要跟上 选对产业逢低布局 只要你相信熊哥 我会带给你超越大盘的获利 好的 我们谢谢熊哥专业的分析 其实YUI相信啊 机器人绝对会是 未来人类生活最好的帮手喔 就连特斯拉的执行长 马斯克也说 2025年啊 公司将预计投入数千台的机器人 来制造电动车 刚刚熊哥也提到两档个股 建村以及大银威系统 都是机器人相关概念股 大家可以多加的留意 而且趁早的给它布局起来喔 观众朋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出去喔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想知道更多投资的资讯 可以加入熊哥的like at 小老鼠ok17168 小老鼠ok17168 或是拨打专线电话联络我们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囉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